基隆于市区缓 一大早位于农底中国社区的投开票所 就出现排队人潮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也在基隆市长林又昌的陪同下 神清气爽的进入投开票所领票 圈票完成投票 对于胜选蔡世英很有信心 昨天经过一个晚上 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 牵手护基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看到了市民的感动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代表的 基隆市民期待一个迎向光明 迎向进步的基隆 那活动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当然就是 大家尽速的继续的吹票 继续打电话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天气 应该会让许多好朋友出来投票 来支持基隆的进步 那我一样 我早上起来在这过程当之前 我已经去参加别的行程 也看到了许多的好朋友 那我相信今天的结果 一定是让基隆继续进步 蔡世英绝对是接棒顺利当选 下一届的金融市市长 陪同蔡世英前来投票的金融市长 为不管是基隆还是台湾 这个开创选择一个新的未来 蔡世英也透露 他穿的是当天参加总统蔡英文 举办的社群职业活动 同一件衬衫 希望能带来好运 我穿那一天 我在社群职业穿的那件衣服 因为这个 我参加社群职业那天活动的时候 后来有许多的好朋友告诉我 是你这样穿起来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决定就穿一样 社群职业的衣服一起过来 来参与今天的投票 虽然基隆与是断断续续的 不过许多民众还是纷纷前往投票 甚至坐着轮椅也要投票 根据金融市选委会方面统计 到早上10点为止 已经有超过15.7%的选民完成投票 预估投票率应该不会低于上一届选举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